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 今天牛妈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低温慢煮棒 我经常用它来做牛扒、羊扒 用这种低温水域的方法严格控制温度和时间 即使是厨房小白,也能做出大厨级别的牛排 我这个是一个朋友几年前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的礼物 里面就是一根这种加热棒和一个固定它的配件 这个加热棒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显示屏 可以看温度和时间 侧面这里有一个滚动的按钮 可以调节温度 这里是三块Costco买的Striplin这种普通的牛排 这个牛排它的血滑分布比较一般 相对来说也比较瘦 如果直接煎的话 以牛妈的技术 一般孩子都会说咬不动很老 但是用这个慢煮棒低温水域的方法做出来的就非常的嫩 小朋友也很喜欢吃 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们用这个慢煮棒呢 主要是做一些普通的牛排 像是那些比较好的牛排和牛之类的 就不需要用这个方法了 因为那种油脂还有血滑分布都很好 你随便煎一煎都会很好吃很嫩的 我们家人都比较喜欢吃牛排 但是和牛比较贵 你也不可能经常买 所以常吃的还是普通的牛排 之前牛妈煎牛排的技术真的比较有限 常常煎出来的口感都不太合适 一直到朋友送给我了这个神器 牛妈煎牛排的水平直线上升 煎出的牛排鲜嫩多汁 孩子们再也不会抱怨说嚼不动了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容器加入一些水 然后把这个固定器固定在锅的旁边 插入这个慢煮棒 拧一下它侧面的这个旋钮给它固定好 插上电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温度 上面的温度是当前水的温度 下面的温度是目标温度 红色三角形的是开始或停止键 左边还有一个WiFi开启的键 它有一个手机APP 可以通过蓝牙或者是WiFi来连接这个慢煮棒 用手机APP来控制它非常的方便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PP里有很多人分享了 用慢煮棒做菜的食谱 各种肉类鸡蛋土豆蔬菜等等 APP里本身也带着一个使用指南 选择guide就可以看到各种食材分类 我们选牛肉 这里又分了牛肉的不同部位 我们这个是strip stick 这里有牛排的各种熟成度可以选择 我们一般喜欢medium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这里还有做牛排需要的各种调料的介绍 还有图文详细说明了如何用慢煮棒来煮牛排 以及煮好后的牛排如何煎 非常详细 即使是第一次做牛排的人 也可以根据这个指引做出完美的牛排 我这次就用medium这个guide来做牛排 我们先让慢煮棒慢慢加热 让水先达到目标温度 这个时候我们来处理一下牛排 先拿一块牛排放在案板上 我们加一点橄榄油 给它涂抹均匀 然后撒一些盐 再加一些黑胡椒粉 反面也是同样的处理 我这里有一些Costco买的密封袋 它是可以微波炉加热的 如果你有真空压缩机 用那种真空袋是最好的 但是我没有特别去买 我们先把两块牛排放进这个袋子里 尽量的把那个空气挤出来 我会在它的一边留一个小口 现在这个水温也已经 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温度 我们可以把这个装了牛排的袋子放进去 你在放进去的时候 袋子里有一部分空气 也会因为受热会挤出来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迅速的给它封住这个小口 真空密封的好处就是可以防止细菌增生 还可以使受热更均匀 我们可以在APP里设置一下低温的时间 给它重新设置成一小时 另外一块牛排也装进袋子里放进去 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盯着 可以去干别的事情 手机APP这边可以随时控制 时间到了会提示你 听到提示音 一个小时到了 我们可以把肉先拿出来 我们把肉放在一个盘子上 用厨房纸吸走表面的水分 现在我们可以上锅煎牛排了 锅里放入一大勺油 加热至开始有一点冒烟了 把牛排放进去 一面先煎15到30秒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入点黑胡椒粉和盐调味 然后我们给它翻一下 记得侧面也要给它煎一下 就这样每面煎15到30秒就翻一下 直到两面煎到金黄色 大约用一分钟 最后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小块黄油 使它更香 刚刚出锅的牛排 我们先放着 让它歇一会儿 不急着切 我把另外两块牛排也煎好了 现在我们先可以切开第一块牛排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是这样均匀的肉粉色 而且还很多汁 这个慢煮棒除了做肉扒类 还可以轻松的做出糖心温泉蛋 我们夏天烧烤的时候 喜欢买Costco腌制的猪排 Rib烤来吃 用这个慢煮棒提前处理过排骨 再拿去烧烤 很容易就能做出外焦里嫩又多汁的烤Rib 一点也不输Rib Festival那些名店做的 这个慢煮棒价格不算便宜 我网上查这个牌子要200多刀 如果家里不是经常要用这种水域的方法 做一些食物 我觉得就没必要买这个东西 因为价格还是挺贵的 不过网上也有人分享 用家里的电饭锅就可以轻松的模拟出 低温水域做牛扒 如果你想尝试更多不同品种的 低温水域煮食物 可以考虑买这个慢煮棒 毕竟这个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